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婚姻破裂而影响到对婚生女的爱 相众站在C位中间的甜心 与爸妈一同在蛋糕前拍照 脸上笑开了花 41岁李小璐 当天穿着淡粉色小香风套装 整个人状态动灵十足 评论区下方 不少粉丝纷纷为小甜心送上生日快乐祝福 并感叹一家三口同框 真好 有多年老粉留言称 分开几年了你俩离婚四年 再次看到一家三口重聚画面 心情依旧激动不已 与此同时 也有不少网民呼吁 希望贾乃亮与李小璐能破镜重圆 复婚给女儿完整爱 除了分享热闹庆生场景之外 贾乃亮还晒出多张甜心居家照 其中一张照片中 只见身穿白色短袖 T恤搭运动裤的小甜心 站在厨房柜台前 亲自烹饪甜品 刷酱料 十分贤惠懂事 结合甜心脚旁边的宠物犬都没得惜 该处是爸爸贾乃亮所住寓所 妈妈李小璐也来做客 值得一提的是 自从2017年底 爆出夜宿门丑闻之后 贾乃亮与李小璐感情出现嫌隙 最终于2019年分道扬镳 双方约定商议 轮流带娃 至于网络呼声很高的复婚一说 相信可能性不大 一来男方妈妈不会同意 二来女方已有新恋情 与小时三岁嘻哈rapper赵玉涛 正打得火热 图片来源网络 侵权必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